朋友们好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牡丹的配景 给它来画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先给蝴蝶画出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画出不同姿态的蝴蝶 也便于家人们在这个配景的时候 能够运用上 在以后的课上呢 我们会在安排上 公鸡 安排上水仙 还有石头 瘦石等等 这一系列的 今天我们先来画蝴蝶 这个呢颜色 咱拿笔 把毛笔打湿 这个是鹅黄 这个呢 笔尖安排上珠标 我们先来用 先把蝴蝶的造型打出 首先我们 可以选择 反方向 手在右 侧峰往下拉 先画出蝴蝶的翅膀 把一个 小造型 打一个 后面这一部分呢 画蝴蝶的下半个尘 哎 过来 把造型 咱们给它打出 打出造型 边上还是需要再来 我再来站一下 过来 让它的姿态 反而变化 这毛笔向上挑一点 打出小造型 再接着呢 这一部分 就是蝴蝶的 头部 深部 我们一会儿啊 再用墨色来刻画 接着这个造型 我们打出了 这是其中一个 蝴蝶 侧面飞的 现在我又准备一个毛笔 我们把墨 给它调上 笔尖 我们来蘸点墨汁 现在 来把蝴蝶的 头部 给它画出 镜头拉近 画出蝴蝶的头部 远远的脑袋 可以暂时画一下 然后 蝴蝶 嘴下面还有一个 比较弯的须 西花面用的 针 口针 脖子 再接着它的 肚子 往个小弯 走过来 再接着往上 勾 画它的腿 腿部 头往下弯一点 来一点 这样 以曲线的形式 来增加 这个蝴蝶的动感 把它腿部 腿部拉长 好 这是仅仅是第一步 我们呢 还需要对它呀 进行一个装饰 因为我们画的是血液 也必须要尽量有那个味道在里面 是吧 所以说 可能尽可能的 把这边 测风 来给它装饰点花纹 过来 就过来 就过来 有那么意思在这行 啊 重在意 好 上面呢 还是 走 它的纹路 我们尽可能的 给它来画一下 因为这 这一点啊 它还没干 所以说你一加 这个它就会 晕浪过去 来走一个 毛笔细细 画起来 接着呢 再来给它 加上花纹 在这 过来 后面也走一个 是吧 然后再画上 画上花纹 可以这么来 再来加上 这一点呢 也是 通过这种方式 装饰出来 啊 这仅仅是一部分 然后我们呢 还可以 再给 上面呢 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呢 现在 我们呢 就来 把它的 这个 上面呢 用太白 点一下 我呢 来这里面呢 直接来 勾上太白 来一点点 太白 太白 它有一定的 覆盖能力 就这儿给它画出 再接着再来一点 太白 如果说加水了 它就不好 覆盖了 上面 点几下 把它 填起来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 这里可以加上花纹 蝴蝶也是 品种也多 它的纹路也多 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喜欢的 里面直接站 再进行 刻画 过来 来一个 我感觉 我感觉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好 这其中 一只 翩翩 飞舞的蝴蝶 就被我们来 表现出来了 这时候 如果说有鹅黄了 还可以再来一点 有藤黄了 可以再来一点 藤黄 然后笔尖来点 淡颜色 给下面呢 来加一点 这个都行 好朋友们 这是其中一只蝴蝶 我们在旁边 再来起一只 我们同样的 先还是用这种颜色 给它来做个表现 这是藤黄 这是鹅黄 珠标 珠标 颜色焦种 我们给它安排在 笔尖处 现在同样 再来画出 蝴蝶的 另一种形态 我们可以 打出弧度 过去啊 然后呢 展开翅膀的 过来 又一笔 是吧 过来一笔 边上 再来画出 旁边 我们也是可以试着 把这个造型 给它打出来 过来 就是 你如果说 不太掌握蝴蝶的形态 我们可以 提前你用这个毛笔 蘸一点点的 淡颜色 提前把蝴蝶的 这种形态 来给它 做个 简单的刻画 然后 你再去画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的心里 就非常有数人 你至于说着 我们就很容易 把 蝴蝶 造型 就给它画出了 然后呢 又来 说起 这个 墨色了 蘸一点 墨 接着来画 挂它的脑袋 它的头 水质要控制好 因为咱们用的是生弦 是吧 如果说你感觉水大 你可以找个纸 把它斩下来一点点 再来 它的身子 用丝毛法 尽量勾出个轮廓 然后下 这是它的肚子 然后我们接着 它有个 吸钩 点一下台笔 点一下台笔 一定要点一下台笔 不然呢 它这个表现不出来 它就是一条横线 它的腿 好 这是蝴蝶的 基本状态 我们给它画 接着呢 如果说毛笔上 还有水 我们就再往下进行 这是什么 这是 双勾的方式 来进行 先把颜色画出 然后在颜色 上面我们 来填了一下 因为颜色没干 所以说我们呢 这个要轻轻的 根据 我们 行笔的 速度来决定 不然你到时候 你不舍得台笔 它就很容易呀 是吧 哎呀 形态不好看 再来 再来 封一下 我们先以这种形式来画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再换一个 学习方式 再来画蝴蝶 接着来 再走 旁边我们 顺着的这个翅膀 再来几次 画糊 往外 打出弧线 小血液的画法 哎 过来了 同样 蝴蝶 被我们 画出 然后呢 这个旁边 我们来点一下 这个点什么呢 我可以 咱们可以啊 选择来摘点墨 看 在这个地方 可以画一下 蝴蝶的花纹 把牡当蝴蝶 叠练花 然后呢 这里 我们再过来 画这个墨点 记住水不要太大 如果说 感觉水分太大的话 你就去拿一点纸张 来把它给吸下来 以便于我们好往下进行 好 到达了 这步程度 现在我们又来用太白了 来装饰 笔尖 沾点 太白 画圆 然后把这个蝴蝶身上的斑纹 我们来 装饰一下 是吧 可以加点白 排底 然后呢 根部这个 我们点好了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 再来点一下 点起来 一只漂亮的蝴蝶 又被咱们来画出了 好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再来画一只 毛笔还是 笔尖 正着墨色 画一只 没有飞起来的 在这开始 我们来画 我这一次呢 先用线条 用估线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视频可以反复的看 所以说 如果说 第一遍感觉快的话 我们是可以 把它的速度呀 可以做暂停 我们也是需要 规划出 自己的 一套学习方法 现在这个 再往上走 向上 拐个弯 抬笔 走 画糊 哎 向上画糊 过来 然后呢 头 我们给它 挖出 再来一个 点上眼睛 然后呢 头部后面一点 还有胸部 再接着呢 接着有肚子 肚子这一块 抬笔 再 过来 接着我们再往下进行 它的腿 过来 过来 走 走 它在 这个花上扒着 是吧 我 那个花上扒着 我 那么 要 这个花上到 那 都 你 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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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